这就是著名的船番石 船番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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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著名的鹅卵鼻公园 看到吧 典型的这个 南方的一带 这个形成这种 对 很简单 那么最著名的是那个几座树 座树大有几个石灯子 这条路 这条路上下 那个叫灯塔 这过来 马上就到我们的典型之座 这个就叫做鹅卵鼻灯塔 这个灯塔据说在这已经屹立了 百年的历史 因为年纪有失修 现在正在装修 那这是介绍墾丁国家公园的标志 对 对 这个戒备 那个大戒备 也就是咱们中国人讲的 著名的九段线 在这边下面 走下去看它的台湾海峡 看看这灰蓝色的大海呀 你知道这是什么海峡吗 这就是台湾海峡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岸 是台湾最南端的沿岸 然后我们过来 远远的看过去 似乎能看到 对面的福建的厦门 那么这底下的结构 这些岩石的形状能看出来 这是火山喷发所形成的岛 转过来向南 巴士海峡 就是菲律宾那一面 你看看见没有 牌子往上写着呢 最难点 嗯 这个地方有介绍 现在在这儿 俄罗比公园转过来 最难点 就在这儿 最难转的七年轱 然后这一侧 是太平洋 然后这一侧 是巴士海峡 另外一侧 巴士海峡很漂亮 巴士海峡 美丽的巴士海峡 呀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看 然后这边 这就是太平洋 就是台湾海峡 现在来到了墾丁城了啊 这地方叫墾丁大街 嗯 看见没有 这叫墾丁大街 啊 墾丁的行政中心 商业中心 嗯 游玩中心 啊 人家现在开发成 首先就用渡驾村了 嗯 这一段 这一段基本都是海鲜 嗯 各种炸的是吧 炸鸭盒 炸鸭是吧 然后呢 鸭是吧 然后这个呢 这个呢 你看 尖的 鱼丸 增点那个意思吧 嗯 尖的